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的熊带琳更是享受到了皇后般的待遇 都说女人是一天的公主 十个月的皇后 但是熊带琳的皇后级生活是你们想不到的 产后的熊带琳在家恢复 谷可颂为她请了两名月嫂来照顾她和宝宝 还让自己的姐姐以及丈母娘前来帮忙 熊带琳坚持母乳喂养女儿 谷可颂为了帮她增加营养 买了很多名贵的补品 现在还每天为她吃名贵的虫草 只为她尽快恢复 谷可颂还为熊带琳和她妈妈买了一套价值三千万的豪宅 以便熊妈妈照顾熊带琳